40. 蘋果日報 員工爆闊胎打針變媽 牆 2015年7月8日要問A02約校成儀 他 並不是真醫生 還要打解藥扼人錢 從搞到演變出媽 牆 爆紅疹 但一年都賺過億 除了蘋果記者發新徵兩個月潛入整容集團調查黑衣運作外 也有保家醫療集團的本港員工向記者爆料 但因為安全理由希望能在他們離職後才把事件曝光 如今他們均已離職 阿兒 發名 在保家工作了兩個多月 他說入職不久已發覺公司問題多多 徐針藥效用成儀 更懷疑有搞醫生無牌行醫 在擔心犯法之下 他和同事相繼離職 阿兒表示集團的醫生均來自內地 看個款就不像真醫生 如過百萬元的療程亦接連發生意外 他爭經目擊有闊胎打完針藥後立即面部紅腫 另一人則滿面紅疹 亦有客人風唇整容後慘變媽 牆 更引發與集團的糾紛 維他命C 作美容針劑釋斌 D 同針藥好可疑 個檢查畫大個議統就做到 真係好假 阿兒一直懷疑公司提供非法整容服務 畫就畫鮮活細胞 但從來無人知注射針藥 是甚麼薄肥 他後來見到有人移把維他命C 衝當美容針劑注射 就更加擔心自己會墮入法網 於是辭職 發名 則在集團內工作了較長一段時間 他雪集團亦在本地請人 包括高層職員 Elsa雪內地員工為了賺取大額佣金 常聯同專家遊說闊太參加最昂貴的療程 其中一名女員工被稱為張官長 即長官 上把自己漂亮的外表當生招牌硬銷 多次成功斬客 由隧道闊太門購買過百萬元的抗衰老療程 記者金敏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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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